哈囉,歡迎來到老婆不要看 我們這一次深夜的開箱 要開的會是這個 這一箱要 這一箱要16,800塊美金 也就是2006年 Cinonado跟梅西 第一次出來的 Walkup 當時的那張Walkup 真的沒有人會想到 只是一些紀念卡 然後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這個截標價是 2022年的6月28號的價錢 之前會更貴 之前我記得還飆到3萬塊美金 那因為現在這些價錢 都已經跌了 然後我也讓大家看一下說 現在的Cinonado的PSA10 有2600 然後其他的其餘的一些價錢 像是這個席單那些東西 如果PSA10都有價錢 先預告今天這裡面是19張 這是我朋友送的 總共19張 Cinonado跟梅西 那梅西最近是沒有成交價錢 所以這樣子的19張 到底如果應該通常拿個5張 你應該就回本了 因為你還有其他的那些小卡嘛 所以這個還是挺好玩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拆拆看 這個真的就是很無聊的一次開箱 因為卡幾乎就是長一樣 所以只是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以一個歷史年代 之前的這個球卡是完全全 完全全 不值錢齁 就是真的是 沒有人喜歡 然後就只是一個 有點像是Promote的卡 然後後來會變成多少錢 看這就是2006年前的卡 No Fancy 一切都是這麼的 樸實無華 兩個八分 好 這樣子就已經 6萬塊了 2300美金 一張 68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其實很難解決 但之前光這一張 可能就已經要1萬塊美金 9 9 8 10 哎 這個可能 就是三四千塊美金 9 9大概才不到1000塊吧 9 9 10 10 再一張 帥氣 所以2006年真的是一個 兩位巨星 沒想到在十幾年後 有如此大的成就 當總裁的當總裁 還沒想到還會去巴黎的 還會去巴黎的 還會去巴黎的 欸 又一張 所以三張Cinonado 哦 兩張 好 所以這樣子有 三張Cinonado 兩張 沒吸 會覺得 卡盒架很懸鬧 十九張 十九張 就給你 兩張 梅西 三張Cinonado 是不是跟 一萬六的價錢差不多呢 好 一些小小的知識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